哎这原因很简单 那得看呢 这印旗呀 它是跟谁长起来的 不是有那么句俗话吗 说这挨金似金啊 挨玉似玉 挨着这金鸾殿呢 它就长那个灵芝草 如果要是挨着烂船板子呀 那就长狗吊胎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 听我一个人挨这啊 跟您穷末头 本来呢 这康熙的妃子 我觉得应该就聊完了 有人说不对吧 这似的妃你都没讲完呢 怎么就说聊完了呢 因为这妃子他有故事啊 不证明他和他的儿子之间 就有故事 咱们还得照顾 咱们这个系列的完整性不是 咱们这个系列主要讲的 不就是母子之间的故事吗 可是后来我这么一想呢 还是有一位妈妈呀 她是有故事的 谁呀 这就是啊 这个锅罗罗氏怡妃 怡妃娘娘啊 这辈子生了三个儿子 没闺女 康熙十六年 那年是啊 一六七七年 这怡妃娘娘入宫 她呀 无疑也是内务府选由入宫的 因为他们家呀 也是这满洲香黄旗的包衣出身 康熙十八年的十二月初四 生黄五子印旗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 进封为怡妃 在四妃当中啊 她的地位排在第二位上 仅次于这惠妃娘娘 这惠妃啊 就是这个大个印之的妈妈 康熙二十二年 生黄九子印堂 康熙二十四年 生黄狮一子印姿 不过这个印姿呢 为什么我们不熟悉呢 因为这个印姿啊 长到这个十一岁的头上啊 就早伤了 在这个历史上呢 也没有什么名气 有人说这个印旗 也没听说过呀 嗨 这个印旗啊 可是这个康熙皇帝呀 比较重要的一个儿子 您之所以没听说过呢 是因为这印旗啊 天性就老实 既没参加这个九子夺嫡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功绩 平时呢 就是不显山不漏水的 这么一位皇子王爷 您觉着您没听说过 这位武阿哥印旗啊 但是不证明这康熙皇帝心里 没有他 这康熙皇帝呀 就曾经评价过自己这个儿子 说这个儿子呀 心性甚善 为人敦厚 并且呢 早早八八的 在康熙四十八年的时候 这康熙皇帝呀 决定复卫太子印人 为了分散这个太子的权力呀 于是同时进封了三个儿子 为亲王 这其中啊 就有这个三个印旨 四啊个印针 和这五啊个印旗 这就是成亲王 雍亲王和横亲王 有人呢就很纳闷 说这个印旗呀 他有一个不安事事的弟弟 一乃同胞 就是九啊个印堂 还有一个在宫里呀 算得上是比较跋扈 比较险山险水的 这么一位妈妈 姨妃娘娘 她怎么就这么是个好脾气呢 哎这原因很简单 那得看呢 这印旗呀 它是跟谁长起来的 不是有那么句俗话吗 说这挨金似金呢 挨玉似玉 挨着这金鸾殿呢 它就长那个灵芝草 如果要是挨着烂船板子呀 那就长狗吊胎 这印旗从小啊 就是跟着自己的祖母 一块长起来的 哎那位祖母啊 她关键是脾气就好 校会张皇后 伯尔吉吉特是 这清宫内呀 出了名的不年不云 好鼻气的皇后娘娘 咱们都知道 这位伯尔吉吉特 阿拉坦奇奇格呀 这位教会张皇后 她二十几岁就开始守寡 那会正值青年 这一辈子呀 也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 于是呢 就把这个小印旗 带在身边抚养 首先说呀 她教导印旗 要与世无争 这做人呢 要平和 据说呀 这小印旗呀 在奶奶身边 都长到九岁了 这老太后啊 仍然不让她学习汉文 学习这个儒家的经典 为什么呀 因为太后说了 读了那玩意儿之后啊 人就学会了勾心斗角了 这人呢 她也就自然就不善良了 哎这小印旗 也还真对得起黄祖母 这一生啊 还真是按照这个 黄祖母的教导来的 就真做了一个 与世无争 心平弃和的王爷 那为什么咱们开头 要用这么长的篇幅 来交代这个印旗呢 哎您得记准了 如果没有这五阿哥 五王爷呀 那么这新高七二的 姨妃娘娘到了晚年 可能这日子 就会更凄惨一点 咱们暂且呀 把这五王爷 搁去不说 咱们先说这姨妃娘娘 姨妃娘娘年轻的时候啊 也没有什么这个证据啊 证明这康熙皇帝 对她格外的偏爱 我们能查到的呀 也无非是在永仙路当中 有这样四个字的记载 上边说呀 康熙皇帝对姨妃 眷顾最深 不过我们呢 也没必要太当真 因为呀 像这类的书啊 写到哪个妃子 也大概其 就是这样一句话 没头没尾的呀 就这么一句话佐料 也没有什么实力 我们还得呀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我们所能知道的 姨妃呀 和其他嫔妃不一样的地儿啊 大概也就是这么几处 主要是呢 围绕啊 他和海淀区 一个庙的故事 这个庙啊 叫香岩寺 在香岩寺里有一通残碑 上边是这样写的 说这姨妃娘娘啊 往这个寺里布施啊 一下子就能拿出 几千两的内堂 并且呢 还给这个庙啊 布施了三寝七十亩地 说后来呀 还从自己的执粉钱里 省出了几万两银子 同时也布施给了这个庙钟 这第一个问题就来了 那姨妃娘娘啊 她家在宫中 在宫外 她哪来的那么多土地 布施这个庙宇啊 再者一个嫔妃 一下子就能拿出 几千几万的银子 来布施庙宇啊 这也显得很出奇 那么这姨妃娘娘 她是哪来的 这么多的特权 这么多的银子呢 这呀就得收到 她的二儿子了 这九爷印堂啊 她可有的是钱 哎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这九爷呀 她是个皇商 您别看这老九啊 她至死也就是个贝子爵位 可是啊 这老九身上 可有这个皇商的名号 还别说呀 同级别的皇子 贝子贝勒了 就是再往上说的 亲王郡王 他们呀 也没有这老九有钱 那老九怎么就这么有钱呢 那皇商就应该这么有钱吗 哎 差不多 这有点啊 像后世和珅的味道 其实后来和珅家的钱 都是贪污来的吗 不都是啊 他有很多钱呢 是这和的人赚来的 只不过呀 在当时的那种社会形态下 这和珅作为一品大员啊 那么去赚钱是非常可耻的 不免呢 就有爱财如命 与民争利的嫌疑 这老九啊 印堂也是一样 他呀 比后来的和珅还下作 有很多挣钱的路数啊 那都是违法的 例如啊 私自倒卖严隐 哎 就是倒卖倒卖啊 贩卖食言的官方许可证 因为过去呀 中国古代 这个贩卖食言呢 必须要有官府批准 所以这种证明文件呢 许可证啊 就非常的紧俏 这当初呢 很多官二代们 发这个热财快财呀 都指着他 再者呢 就是派人偷偷的去官外 撕挖这个官外的身 这呀 也是他利用皇子的身份 偷偷摸摸的干的 有这么一个有钱的儿子呀 支持这个宫里的妈妈 所以说这个妈妈呀 显得在宫里呀 她就比较的气粗 在其他的嫔妃跟前呢 这姨妃娘娘难免的 就有点啊 说话声音变粗 这个眼珠子呢 瞪得变大 所以在宫里呀 也就落下了这么一个 跋扈的名声 这时间一长呢 就有点啊 不知所以 可是谁也没想到 到了这个康熙61年 康熙皇帝驾崩啊 哎这姨妃娘的儿子 他没有成为皇帝 成为皇帝的呀 是老四印针 那可是德妃娘娘的儿子 并且很明显 这老九印堂 他是八爷一等 哎 是这个雍正皇帝 最大的政敌 哎 就这样生性刻薄的 雍正皇帝 整顿后宫的第一刀 当然就拿着姨妃开刀了 我们都知道 这雍正皇帝 他善于指桑骂怀 名话暗说 他说呀 这个当年我的妈妈 也就是说是德妃娘娘啊 这会儿已然是皇太后了 说这个皇太后啊 当嫔妃的时候 拜见这个太皇太后 礼数整齐严肃 现在呢 这个皇太后呢 慈善谦逊 念及旧情 不愿意让啊 其他的嫔妃 以及太妃们啊 给自己行大礼 但是呢 这些太妃嫔妃们 也不能太放肆了 你比如说 这个姨妃吧 不但称病 说自己啊 不能行走 让人用软踏抬着 而且呀 还走到了皇太后的前边 我看呢 这个姨妃母啊 这个病啊 也不是什么太大的病 这皇太后都能走 她有什么不能走的 以后啊 让人掺着 走在皇太后的后边 这还不算完 然后又接着批评 说这个姨妃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 见着镇的时候 这气度啊 竟然和太后相似 简直啊 有些不知国体 这样一来 这姨妃娘娘在宫里生活的 就战战兢兢 成荒成恐了 没过多久啊 这雍正皇帝 又处理了姨妃 以及姨妃养女 顾龙克敬公主身边的人 理由多是啊 这些个人呢 在宫外替姨妃打理财产 这理由呢 刚才咱们啊 已经介绍过了 这皇上的意思就是说 这姨妃在深宫内居住 段无在外 置产之理 所以说呀 这雍正命令内务府大臣 把这些个事啊 一一查明 这些私产呢 该变卖的变卖 该没收的没收 还好还好啊 这康熙皇帝有旨意 说他死后啊 这些太妃们 可以去自己的儿子处啊 养老 老天保佑我姨妃娘娘 还有一个靠得住的儿子 雍正元年的六月 姨妃娘娘就搬到了 自己的儿子恒亲王允齐的家中 也算是给自己找到了归宿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姨妃四子圈禁而死 享年啊 只有四十三岁 就是那位九爷印堂 雍正十年七月十日 姨妃的长子允齐也病死了 就埋在这个现在济县的 府军山东路 前两天啊 我还去了 不过那儿啊 现在是个休养所 不让进 您要是能进去啊 现在也无非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地宫 并且啊 连宝顶都没了 其他痕迹全无 雍正十一年 八月二十五日 姨妃啊 在恒亲王府寿终正寝 乾隆二年 入葬景陵 非元寝 得嘞 这姨妃娘娘的故事啊 咱们就讲完了 下一回啊 咱们要开新书了 咱们继续往前走 哎 这前面啊 那就是乾隆朝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希望您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呀 明儿见 咱们呀